第五课,第一句, James Scott先生在Soubury有一个汽车修理部, 现在他刚在Pinghurst买了另外一个汽车修理部。 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说呢? 在背诵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个词叫Garage, 它可以表示汽车修理部,当然也可以指抽库的意思,Garage。 对于英国人会把这个词发成Garage,而美国人发的是Garage, Garage在美国文化当中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内容我会在不一样的新概念, 进阶版课程的故事转述演练当中跟大家来具体讲解。 那么背诵这句话的时候,还有第二个注意的语言点就是 Has just bought,这句话当中用了现在完成式, 表示这件事情已然发生了, 所以现在他有两个汽车修理部, He has two garages now。 那么买这个词的过去式的发音啊, 我们在前面的背诵当中也讲过, 它需要发成Bought, Bought。 英国人会发成Bought, Bought。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句话再背一遍。 Mr. James Scott has a garage in Siwbury, And now he has just bought another garage in Pinhurst。 第二句, Pinhurst离Siwbury只有五英里, 但是呢, Mr. Scott无法为他的新的汽车修理部配备一部电话。 大家回想一下, 用英文如何来表达这句话呢? 提示大家, 配备电话我们可以用, Get a telephone for, 这样的一个表达。 Pinhurst is only five miles from Siwbury, But Miss Scott cannot get a telephone for his new garage。 那么在背这句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离什么地方有多远我们可以用, 多少多少距离from什么地方。 比如你说你家离学校有五公里, 怎么说呢? My home is five kilometers from school。 发音上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是Miles, Miles, 那个L是一个Dark L, 也就是跟在原音后面的一个L, 这个L呢在每声音语当中呢, 听上去啊, 好像会有一个O这样一个音在里面, 我们再来一遍, Mile, 再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牛奶那个词怎么说呢? Milk, Milk, 我们很多中国同学喜欢发声Milk, Milk, I like drinking milk, 正确的发音呢就是, I like drinking milk, 另外这句话当中有两个连读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 Is跟only会构成一个连读, Is only, Is only, Is only, 快一点就成, Is only, 第二个连读是, 配备一部电话, 叫做, Get a telephone, 如果读的超级慢速就是, Get the telephone, 要特别注意的是, Get后面的T呢, 由于夹在两个云之间, 就会主化成a little bit like D sound, 这种T sound, 叫做flat T, 所以呢, 合起来就是, Get a telephone, 好, 我们把这句话再背一遍, Pinghurst, Is only five miles from Silbury, But, Miss God cannot get a telephone for his new garage, 第三句, 所以, 他买了十二只鸽子, So, He has just bought twelve pigeons, 所以买了, 表示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要用现在完成时, has bought, 那么这句话的发音当中呢, 要注意的地方是, twelve, 中间呢有一个, Dark L, 同时呢, 最后一个尾音, 上尺要咬下唇, 然后震动声带, 发出一个主辅音, 连起来就是twelve, 鸽子这个词呢叫做pigeon, 最后有个j这样的一个音, pigeon, pigeon, 信鸽在英文当中怎么说呢, 很简单叫做homing pigeon, homing pigeon, home在这里呢有回家的意思, 还有一种鸽子呢叫和平鸽, 那么和平鸽的英文是什么呢, 叫做dove, dove, 为什么鸽子可以表示和平呢, 这来自于圣经的一个著名故事, 我在进阶版课程第五课的词汇脱口秀当中会有详细的讲解,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第四句, 昨天一只鸽子把第一封信从pinghurst带到了sulbury, 这句话用英文是如何来表达的呢, 请大家回想一下, 所以鞋带这个词呢我们可以用carry, 信件信息呢叫message, 当然一般指的是比较短的信息可以叫message, 比较长的信呢我们当然还是用mail, 或者说letter, from one place to the other, 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把一个大箱子从一楼扛到五楼, 因为没有电梯, 这句话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 I carry the big box from the first floor to the fifth floor, because there was no elevator in the building, 所以电梯在美式英语当中叫做elevator, 当然英国人喜欢用lift, 好了那么在背课文这句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几个发音, Yesterday有一个卷舌, 后面day双元音发得很饱满, 我们再来一遍, Yesterday第一叫做first, 要卷舌first, first, 好了我们把整句话再遍一遍, Yesterday, a pigeon carried the first message from pinghurst 第五句, 这只鸟用了三分钟就飞完了全程, 这句话怎么表达呢, The bird cover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所以cover可以表示跨越和行驶的意思, 比如你乘高铁从北京到上海只用了五个小时时间, 你可以说, The high-speed train covered the whole distance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in just five hours, 现在这个高铁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从我的家乡到上大学的城市, 需要15个小时, 乘坐的是那种绿皮火车, 而现在呢高铁只需要三个小时, The high-speed train can cover the whole distance in just three hours, it was way way faster than before,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这句话当中需要注意的发音, 第一个就是bird, 注意的要卷舌, bird, 第二个要卷舌的音叫做cover, cover, 大家特别注意就是cover, 这个啊的音啊, 不要发太重, 不要发成cover, cover, 就比如说爱情那个词叫做love, 不要读成love, love, 有些同学像这个女生表白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催花, I love you, 如果表白的是个美国人的话, 她永远是这样说的, I love you, 催花, 你注意她读的是I love you, 所以cover, 我们不要读成cover, 大家再给我来一遍, cover, cover, 另外三分钟叫做three minutes, 三这个数字啊, 是英文脑中比较难发的一个音, 很多中国同学会读成three, three, 它要怎么发呢, 第一个th sound要咬舌头, th, r sound要卷舌, 最后e是一个长音, 所以你读成three, 我们再来一遍, three, 千万不能读成one two three, 当然如果是印度人来读的话会读成one two three, 好, 最后我们再把这句话背一遍, the bird cover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第六句, 到目前为止, Scott先生从一个汽车修理部向另外一个发送了大量索取备用零件的信件以及其他紧急信函, 这句话比较长, 大家想想英文该如何表达, up to now, Miss Scott has sent a great many requests for spare parts and other urgent messages from one garage to the other, 大量的我们可以说great many, great, 注意了这个词的发音, r要卷舌, 后面有个a, 双元音, 非常的饱满, great, 备用零件呢叫做spear parts, spear要卷舌, part也要卷舌, 我们再来一遍, spear parts, 紧急信件呢叫做urgent messages, urgent, r也要卷舌, 再来一遍, urgent, 另外一个叫做the other, 注意这里的the要发生the,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的other是一个原音打头的词, 所以读成the other, the other, 这个the后面一点会派生出一个半原音, getting跟other构成了一个连读, 这样读起来就比较顺畅, 这比the other要读得容易的多, the other, the other, 好, 我们再把这句话背一遍, up to now, Miss Scott has sent a great many requests for spare parts, and other urgent messages from one garage to the other, 第七句, 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己的私人电话业务, 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表达呢, in this way,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用这样的方式读成in this way, 注意this, th要咬舌头, 这是一个祖福音, 震动声带, this, way, 双元音很饱满, way, in this way, 私人的叫做private, 双元音i, 要发得很饱满, private, 电话业务叫做telephone, service, service, 对这个r要卷舌, v要上时要下唇, 我们再来一遍, service, service, telephone service, 好, 我们最后再把这句话背一遍, in this way,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是第五课, Mr. James Scott has a garage in Siwbury, and now he has just bought another garage in Pinhurst, Pinhurst is only five miles from Siwbury, but Miss Scott cannot get a telephone for his new garage, so he has just bought twelve pigeons, Yesterday a pigeon carried the first message from Pinhurst to Siwbury, the bird cover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up to now, Mr. Scott has sent a great many requests for spare parts, and other urgent messages from one garage to the other, in this way,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the bird cover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ですね, i saw the питJean Raz Cross, r、 he has a Gothic to the oth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